利用一点时间和我们的公司 其实菲律宾跟东宫集团在汽车领域 有很菲律宾在汽车生产这个领域 我们菲律宾生产的汽车 都大多数汽车 主要是 第二次的汽车 从进入菲律宾 但是我们目前 菲律宾已经在限制二手汽车的进口 有困难去购买汽车 所以选择是能够购买 第一次的汽车 让菲律宾的低费民党可以购买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有一个市场 你能够认识 因为国家没有制作这种低费货车 一个消费市场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进口汽车的一个机遇 在菲律宾的确有